来来来 回来了 老头妹 你可回来了 你挺好的呗 挺好的 挺好的 老板上 我报告你个好消息 有喜了 什么 有喜了 别闹了 你都五十了 还有什么喜 不是我有喜了 是你有喜了 撕了头子 你中奖了 我 六十万呐 你发烧了吧 我中啥奖啊 我发什么烧啊 那铁领电视台 滚动多出 你给他滚半下午了 有一次监控录像拍下来的 票票票票 就那发票中奖了 这啥天的事呢 我这不知道呢 哪发票啊 不是 我都眼看你出来大一块点了 发票呢 哎呀 这不就是吗 哎呀 这不就是吗 哎呀 发票号我都记手上了 我对对啊 哎呀 一模一样的 老伴儿啊 六十万嘛 真假的 六十万 六十万 上哪领下 那 这上那不有地址吗 嗯 红浪漫休闲喜遇 桑拿中心消费金额 一万两千零 奇怪些 你洗澡去了 洗 洗澡了 走到那领下 先别着急领 那咋花那么多钱呢 不是我花的 是我们那个老总 过年来请我洗澡 你看我的钱拿回来了 十月一一走的 这不一万八吗 这都给你 哎呀 种这些呢 不是 你洗没洗吧 我洗了 那咋花那么多钱呢 你管花多少钱干啥呀 你这种的比那花的多多了你还 不是你 年间请客 你也不能使劲获惠呀 不是咋你怀疑我呀 我都不怀疑你 咱俩过这些年了 我还不了解你呀 关键 你说咱俩去领奖去 人家记者万一要问你说 大爷啊 你咋等得奖啊 你说我洗澡去了 我花一万二万 我中六十万 你洗澡花那么多钱 这钱还真不好领的 那真不要了咋的 不要也不行啊 那电视是你给他滚呀 哎呀 我想起来了 仨人 还有咱屯刘老四 还有他儿子刘老五 仨人 一二四千 那也多哈 他俩回来呢 回来了跟我一起回来了 赶紧把他叫回来对对 我给他打个电话 好 确实这个事是个事 老四啊 你到家吗 你别进屋了 你和你儿子老五 你俩来 那个什么 你嫂子吧 你说有个事对不上了 赶紧过来吧 当面对 当面对 你快点吧 你到这儿来你就如实说吧 快 你大爷想过去一趟 这还没到家呢 啥事这么急啊 你大爷打电话挺急的 说有个事对不上 儿子你到那儿千万少说话 听什么 你大娘的性格我瞅都嘚嘚 那我不去 你不去行吗 你咱啥个的事 那他又问我啥什么 问你就说不知道 老四来了 坐吧 你站起来 你俩能让我省点心 干啥呀 我 坐吧老四 给你大娘半年呢 大娘晚上好 过年就晚了 没事啊 老四啊 在外边挺顺利的 老四 儿子咱顺利不 我也不知道啊 顺利不顺利咋不顺利啊 顺利 拿回来多少钱呢 大爷我应该拿回多少钱 你拿回多少钱是你的 我钱都交了 咱俩一边多 话多 小哥 我跟我大哥哥俩一边多 一边多不也有个数吗 你拿回来多少钱 你猜 你干啥啊 你要你猜啥你就说多少次 哎呀妈 没事呀你整出事 人家 话太多 儿子我拿回多钱 不知道啊 那让我哥你妈呢呢 你别吓唬我 我妈不死了吗 你干啥玩意儿 他妈都死二十年了 你嫂子也知道 你啥这管干啥呀 就说呗 不是这个事儿 那我拿回三万 对上了 对上了 哎 你加班了 他说你钱丢了 什么我钱丢了 你怎么能拿回三万呢 你存了吗 你钱钱 我钱我还没存呢 这不三楼吗 这不带着哥们去吗 这我那钱呢 就带着你 那不你俩的呢 你俩加在一起三万吧 对啊 你多少 一万二 你呢 我一万八 这不队上了吗 队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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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回来 也给我整一身汗呢 别吓唬 没队正事儿 坐他 你就直接问他得了 就是洗澡那事儿 那次你们洗澡了 哪次 他一共洗多少次 还不 咱们不总洗吗 总洗的是大众欲词 咱最后咱们前半个月 吴总请咱们那次 洗最狠那次 那是 红浪漫吗 红浪漫 对 哎 哎呀 哎呀 就吴老板请那回啊 对啊 哎呀 那回洗的那个 吴老板真没拿我们当外人啊 大哥这样说 说吧 你就是 快说吧 爹整事儿 你要说我说吧 我爹说不明白 大娘啊 红浪漫 太好了 现在做梦还想 那地方就不说别 那保安 太潇洒了 我就想当保安 吴总拉着我们 给大门刚一进来 你看那保安 对 对 来 要是里有车位 来 跟我来 又打坐 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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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 好嘞 那我下高 我走 你这你这 下锅里我行啊 嫂子 你真爱让我大哥领你出去见见的 就我长这样 那玉石人的门呢 都老纷着我了 我往那一散 那玉石人的门 自动 唰就开了 当时我大哥说 别动 电梯 我就卖进去了 我们代理等 等五分钟 有没有往那升啊 我回头一手 就堵一堆人了 我就听着人抄抄 抓紧时间往那里走 我等着这样干啥 一会儿上楼开会 对 你喊的不对爹 别这么喊的 生完好 回过来胡罗马 突然手盆拿好 乱去 乱比赛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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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个事儿 你还有一手 你当保安的材料 花点钱我也愿意去 对 洗完了 没洗呢 就说咋洗的 啊 那洗那里头 那少的那个真太好了 就是你一进到屋 那屋去找找 就像王五娘那样 攤到位子 当时我仔细一看 底下有个大石子 我大叔就懂啊 我大哥说 先别动啊 别人造人家一笑 我先进去给你们打个样 我大哥就上去了 上去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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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大哥就坐里了嘛 坐里就这样 小鱼啊 就过来亲我大哥腿 当时如果大哥亲 哎呦 妈 哎呦 病了 这什么样 停 小鱼是谁 是小鱼 多大岁数了 谁能问哪 屁 要不要你那老脸 不问多大岁数就亲了 不是 你听啥呢 小鱼 不是小鱼 是吃那鱼 您的鱼吃人了 小鱼温泉都这么大啃腿 您咋说的 你跟你跟你大娘说 我不乐听你说 孩子你识会你说 是是鱼 有那个鱼 鱼 那叫小鱼温泉吗 啃腿 可响那样 完了呢 完了我 不知道了 你什么呢不知道 你大爷谁呀都上了 完了才就上楼了 完俩回工地了 对 你俩回工地了 嗯 你上楼了 啊 花一万二 花多少 老四嫂子不怕你笑话了 你大哥上楼了 花一万二 这发票给这呢 我不巴想 嫂子 当时是怎么回事呢 我大哥跟你肯定是争以后都上楼了 他上楼了呢 我跟我儿子俩一看也没啥意思了 我说咱俩回工地吧 我说咱俩回工地吧 你这事干啥去你啊 哎 干啥呀 大哥你这事我帮不了你啊 大哥 什么我帮不了你 你说明白了 你就走了 我怎么帮你说明白了呀 怎么的你啊 大哥你说你这 你怎么现在怎么这样呢 人家五董啊相信你了 让你带我俩去洗澡 你怎么给花出这么多钱 你不照个眼睛吗 不是 我还想问你俩这钱到底咋花的 你问谁 你问谁 你说你这 我告诉你老师 你要来年这样 我不领你也俩去了 我们俩还能跟你去吗 你俩痛快跟我说实话 今天我就 你少在的呢 我就痛痛说话 我要错花一分钱 苍天再唱 我留了四 没错花一分钱 我留了 老虎除了捞点鱼 剩啥也没干 你干啥呢 你干啥呢 你准备的贵 你干啥玩意呢 你干啥玩意呢 捞鱼啊 嗯 捞温泉里那鱼了 这就砍腿了 对了 要是你这孩子 你捞那鱼有啥用呢你啊 我没想捞过 你可池子里一涂来 那鱼就飘上来了 我一看那是砍完你腿中毒了 我还怕别人罚你 我好心拿着塑料袋我就兜回来了 你兜回来你拿家来了 有用吗 咋没用 炸那鱼酱你不吃的挺香的 那鱼酱是刀的成品的鱼炸的 啊 我的妈呀 对上了 那个鱼特别贵老伴 那是训练出来的 一条得一千 十条就一万 你捞多少条 十多条吧 那就对上了 没那么贵啊 我打听了 一百块钱都买一堆呢 废话 大爷费多少钱呢 好多对 行了 我对你有一个重新的认识 你别老伴 你别听他瞎说 你 我就告诉你 咱们哪 别这个事啊 我这人品你应该知道 让他爷俩这一说话 我说糊涂了 咱也别着急 别上火 前年不要了 我以后结婚 我不洗这个澡的 我一年都不洗 好不好 恭喜王 醒下 我觉得你 我告诉你 谁呀 干啥啊 我不知道 是你信话踩零吗 这谁打的 这声号啊 声号 大哥我以后我出去接着 老伴咱们免提啊 让大伙听吧 谁呀 谁呀你这这洗 洗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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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 都不想洗了 他八卦年代这么大脾气呢 你谁呀你 我吴总 你 哎呀 哎呀呀对不起啊 吴老板呢 你好 你中奖了知不知道啊 不是中奖这事我知道了 现在吧 回来说不清一个事 那天那消费啊 我老伴可这款 那什么我老伴跟你说 扣起来 喂 那个吴总啊 哎 嫂子好 你好啊 谢谢你啊 对我们照顾挺好的 大哥说了 回来你还带他去洗澡呢 你挺舍得花钱呢 领他们三个人花一万二 嫂子你误会了吧 我请六十人 我们工地六十个农民工 我心是过年了 请他们洗个澡 干干净净回家 吴老板你说一下多少 咱工地六十人都去了 六十人 那怎么我们这没看着呢 你们分批去的 你是最后一批 哎呀妈呀 这扯吧你 六十人 那这个我回头 是不是把票的给你拿下 这你花的钱呢 老赵大哥 我看电视了 你是第二天走的 要是头点晚上走啊 还兴许中不上这个奖 对 所以我觉得呢 这是你的幸运 这个钱呢 你们自己处理吧 哎呀好啊 谢谢你啊 我说哎呦 记着啊 回来前把那个花票给我带回来 谢谢谢谢 最后呢 我们几个给你拜个年啊 祝你这新的一年礼 事业腾飞 蓬勃发展 可能撂了 哎呀妈六十 六十人呢 哎呀哎呀 这俩把我折腾的呀 一人和二百 二六一万 老伴 干嘛 过来 干啥呀 送你三个字 对不起 是我错了 错了 你以后别 我还给你瞅啥呀 不瞥 我不是担心 怕你走时间长了 学坏了吗 哎呀 干啥去 你没听发票中奖了吗 大哥你先停下 咱们把那中奖的钱 咱抓紧分一下吧 中奖跟你俩没关系 咋没关系 咱啥个洗澡中奖嘛 咱啥个洗澡不讲 那是头天晚上 你们不当天晚上走了吗 往我上楼睡着了吗 早晨起来服务员就告诉我说结账 我说我们老板花钱 他说你多喝一瓶矿泉水 你得掏七块钱 完了你就把发票给我了 那七块钱就这么中了一下 这七块钱可以给你 你说反正就两个钱咱们分一下 你得七块钱 给老四你还要抢钱 吴总咋说的 吴总说的这钱是我的幸运 让我自己处理 不对 吴总是这么说的 说你们自己处理吧 你是你 不还有门呢吗 那门不就我俩嘛 行了老伴 我听明白了 人家老四说的对 不光你们这三扇门 还有五十七扇门呢 六十扇门六十个家庭 平均分了 一人一万 让大伙都过个好年 现在政府的政策也好了 咱们农民也富起来了 老伴啊 钱不是问题 钱的玩意儿不是最重要的 感情是最重要的 继续 你干啥呀 干啥呢 我想你妈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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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